新闻大白话年终破关解任务 任务一订阅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任务二小额月费加入新闻大白话的会员 用行动来支持优质节目 让我们一起监督政府 好我们把镜头转到高雄来关心高雄的状况 大家还记得46条人民的城中城大火吗 其实在媒体上的报道非常少 大家仿佛已经遗忘了 曾经是人间烈狱的废墟 我们可以看到高雄市市长陈其迈 他很快就摆脱那样的阴霾 不断的往前走 他跟蔡总统的关系看起来也非常好 两个人还会在半夜来热线 只是说有很多事情 应该说是执政党在台湾 你执政应该是不是都一起的 可是可以看到最近 最近我们可以看到高雄 开始减少了外县市的收垃圾的垃圾量了 陈其叛是不是有点自私呢 还是他只要顾好高雄就好呢 他现在说外县市自己的垃圾 自己烧啊 希望大家要自己负起责任 我们来听听看他原文是怎么说的 自己的垃圾要自己处理 我们高雄市是过去长期 我们都这个在帮其他的县市 在焚烧垃圾过去 你不能说是本社是久很久 帮应急在处理变成他的习惯 没有办法接受 我没有办法接受 其实我们台湾就这么小 你看南点北宋 台中人其实一直在叫 说为什么我们要牺牲我们自己的废 把店不管是北宋或是南宋 可是今天看到陈其邁的态度 其实就蛮明显的 自己的垃圾自己烧 希望大家负起责任 那是不是每一个县市都要独立起来了 我们知道这四个不同意 所谓公投的宣讲 现在已经很多人都在分配责任区了 甚至在分配你的票数漂亮了 有人说北部恐怕会开得不够漂亮 以执政党的角度来看 所以他们会希望高雄 尤其是陈其邁的责任区 你要稍微撑起来多一点 要不然怎么叫做南霸天 所以陈其邁真的可以撑起南霸天吗 包括我们刚刚说的 总统对他特别的厚爱吗 自己还自曝 自己曝露说 半夜跟陈其邁有所谓的热线 而且其邁他交代的事情 我都有办好 因为今天王浩宇 浩宇在我们现场 我们就来看一看 有一个在群组里头的 这样的一个截图 就说看到浩宇 其实蛮认真的 一直在高雄这里 在拜票 在已经动了起来 可是有人说 看到浩宇一个人在那边宣讲 在那边拜票 其实并没有人理他 我们大家也会请浩宇告诉我们 不过这一段 看起来有点点心酸 或者是互呛的这样子一个场面 其实浩宇自己在联署上 也有PO出来 我们来看看怎么搞的 在跟市民拜票 两个人还有点讨论 这是什么回事 真的是你这张嘴 太可悲了 太可悲了 真的需要你这种人吗 我觉得刀崇人没有发大财 不要再骗了 刀崇人都看得出来 寒粉够了 寒米人 寒粉仍够了 OK 寒粉够了 真的不好意思 你太夸张了 我讲我的没有跟你吵架 你还要在那边亂讲话 你还要在那边亂讲话 没有 寒粉差不多了 好 我们自己请浩宇自己来说说看 为什么会说她是寒粉 因为这个女士 她并没有贴寒粉在脸上 因为其实我必须讲 很多人很在意 你到现在韩国瑜都已经 像还这么久了 还被贴上寒粉的标签 我说实话 我那天在讲公投的议题 然后我没有提到韩国瑜 而且我其实尽量 因为我到南部选举 我觉得韩国瑜是过去式 我也不喜欢提 所以我在街头我们讲公投 不会提到她 是那个女生自己先从上来说 因为那时候来不及录影 她说我害死那个 徐议长然后把韩国瑜赶走 他先提到这两句话 他就是先跟我吵这个 其实我也不太想要跟他吵这个 因为我们其实 每一次红绿灯都有固定的 这个歧视 我们想要跟他说明的议题 事实上你说 刚刚你停掉 齐麦会不会赢这件事情 我认为高雄 因为高雄其实大家也都很清楚 比如说派系的这个部分 上面有写 有局系跟永延会 两个系统其实过去在初选是 非常竞争激烈的 可是在这个公投的议题上 我看到的是大家非常的团结 我也蛮意外 我刚开始去的时候 我觉得这两个派系是水火不容 可是到了公投的时候 民进党知道的一件事就是 要团结 但是我看到的是 不含国民党的其他议员在内 他们各自贴了这次的看板 各自为政各自的宣导 你比较没有办法看到 他们在打这个群体战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民进党 在南部很大的优势 就是在重要议题的时候会团结 那至于这个南电北送的问题 垃圾的问题 现在我相信不管是蓝绿 很多朋友你也是住在南部 高雄长期以来就是在代收 包含台东的垃圾也好 北部的垃圾都运过去 这个其实是比较不环保 因为你运送也要一些成本 而且污染也留在高雄 就像我们支持三街 就是要解决南电北送的问题 那我们其实很单纯 也就是环保的议题 你不能说藻礁就是环保 然后南电北送就不是环保 那当然也是要解决 我觉得对高雄来说 大家关心的是怎么样比较公平 不要永远都去承担 其他外县市的一些污染 跟一些责任 所以你支持陈希麦市长说的 自己的垃圾自己烧 因为已经这么多年的时间 应该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你垃圾凭什么都要送到高雄烧 为什么别的县市不自己烧 包含台东 我之前住台东 我们那时候才刚刚盖好焚化炉 就是要把高雄的垃圾 运回台东烧 这个其实才公平 因为你自己生活圈的垃圾 自己生活圈的用店都靠别人 我觉得其实不是不公平 而且也不安全 因为你到时候人家不帮你烧了 你要放到哪里去 我必须讲 因为有些人会批评说 昊宇他是空降到三明区 不好意思 就是有人这样讲 因为三明区有他自己本来 就想要布局或是选的人 我们来看看三明区 这个有人说他是陈希麦的本命区 因为陈希麦 2018年还有2020年 在三明区的得票率都开得不错 尤其是2020的市长补选 有七成的选票是投给他的 所以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会出现排挤的作用 或是未来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布局 我先讲一件事 就是高雄市要不要去代销 其他县市的事业费切勿 高雄市的市民跟市政府 可以自己做决定 但这个议题过往 一般民众应该比较没有意识到 我先跟大家一个数据 韩国瑜在2019年 他当了一整年的市长 因为他2018年上任 所以一整年韩国瑜 他少了143万吨的垃圾 但是到了陈希麦的时候 2020年去年就变了137 今年2021他希望降到133就变少 那会受影响的是什么 就是桃园台中跟台南 还有彰化的事业废弃物 桃园的事业废弃物 没有办法送到高雄去烧的时候 他就会受影响了 有一句话你一定记得 那叫垃圾不分蓝绿 云林的垃圾 然后台北市烧 市议员去执行柯文哲 他忽然讲说垃圾不分蓝绿 其实垃圾因为焚化炉的布置 然后跟他的那一个可以烧的量 本来就是跑来跑去的 要不然台北市 台北市的人 难道只是台北市种的稻米吗 这个我没有特别的脏皮 不过这个刚好跟昊宇有关 昊宇现在要选高雄市议员 所以高雄市不烧 帮其他县市代烧这个废弃物 他当然应该是支持 可是现在桃园 桃园都不能来 桃园又是曾文燦 我觉得两个市长可以稍微谈一下 不是那么单纯的就是 我都不帮忙 因为台湾22线是互相联动 他可能有男产品 我有电 他有什么东西 本来就是互相帮忙的 这个我觉得可以再讨论一下 我现在再请教一下伟翰 因为刚刚昊宇有特别讲到说 陈其脉已经办起了 这个统估的作用 整合了局系永远会 或者是说 平常大家意见不一样 可是在重要的命题里头 他们会团结在一起 这点你同意吗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陈其脉现在目前 在蔡总统的眼中 就是郑文燦跟陈其脉最重要 所以你看蔡总统 跑去高雄跟大家 每天打电话给我 他就是要帮陈其脉加分 跳出城中城四 六条人命的阴霾 对不对 这种时候 其实总统一定帮他出力的 台积电也是总统帮他出力 陈其脉他要扮演暖男 他早就可以去做了 他以前就可以去做了 现在如果说派系要整合 继续支持陈其脉继续剪下去的话 绝对后面是蔡总统在用力 来 慧文修 这个猜错了 统合局系跟勇言会的人 是郑文燦不是陈其脉 这个垃圾不分蓝绿白 白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给大家看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前几天侯宇宇的父亲离世 你看他的这个灵堂 在嘉义的殡仪馆 就是小小的这样的一个 这不是嘉义的莆子的兵衣馆外面 就这样搭着一个这样子 你看之前郑文燦的妈妈 告别式是这样 灌溉云集 你看那个方明录 这没有人跟你当比例词 你看这个方明录写多少人 几千人 蔡总统亲自吊咽 你看这个公计的会场 这可能有上千人 在怕死人 这很重要 这在桃园的巴德 你再回来看何后宇 何后宇他挽洩所有的什么 电宜花篮什么调音 他都挽洩 你再看看郑文燦 郑文明你去比较一下 两个蓝绿的政治人物 他的作风 你就看得很清楚 你回来看这个陈其脉 其实其实因为我们是说 一厢一停车场 一厢一图书馆 然后一线要一个焚化炉 可是很多县市的焚化炉都跳票 甚至焚化炉有弊案 然后连县长都被抓去关 前县长被抓去关都关出来了 那为什么焚化炉 应该是每个线烧自己的 不然当初花那么多钱 盖焚化炉干嘛 盖到哪里去的 所以我同意陈其 不要讲你自己收你自己的 那为什么都跑去高雄 这对高雄朋友也不公平 因为高雄要选的 司翼永记是66个 会有几百个候选人 那浩宇兄只是其中一位 我是觉得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我也祝福他高票当选 因为你说空降的话 陈其邁也是空降 谢长廷 陈菊 韩国瑜 通通都是空降 连市长都可以空降 司议员为什么不能空降 最后30秒 请浩宇回应一下 最后30秒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还是讲了 就是共同这个议题 已经快要进入尾声了 那我还是觉得就是 我觉得国民党好好学习 民进党对于基层的说服的能力 这个真的是这两位 都一直在耳提面命 就是你要怎么去跟民众沟通 如果国民党政治人物 也可以拉下脸 跟市场的阿桑多说明 我想应该会多几票吧 那为什么从有利到 非常非常的不利 我想这就是因为 国民党本来应该是你的心愿 你提醒国民党干嘛 但是我真的觉得 民主的沟通过程很重要 那如果有一个政党都不沟通 你不要假装关心国民党 我是觉得真的很不好 所以是假装关心吗 浩宇是假装关心国民党吗 我觉得民主就是要辩论 那如果都是我们单方面在讲 我觉得也蛮无趣的 是不是对方的说起 所以国民党真的是像他这样讲的吗 国民党要像John Wick 专注在公投议题上面 不要变成蓝绿对决 好 信向广告 广告之后我们稍微来 谢谢大家